大家好,我是小七,今天讲一个公式性现象的故事,女主小美和男友约会时,男友送给小美一块手表,小美说太巧了,正好自己的手表坏了,接着小美去调整表带尺寸,正好遇到多年未见的高中同学小白,两人便聊了起来。 原来小白上个月刚调到此地工作,也是来调表带的,接着两人来到酒吧,兴奋的两人告诉酒吧老板今天的巧遇,炫耀起更巧的,两人男友不仅心事相同,两人开始交往的时间也是同一天,不禁感叹,这种巧合很奇妙。 老板听后便说这是无法用因果关系解释的公式性现象,接着便讲了一个恐怖真实事件。 1817年5月27号,英国某一小镇发生命案,157年后的同一天,同一小镇也发生了命案。 更巧的是,两起命案受害者都是女性,遇害时都是20岁,连生日也是同一天,而嫌疑犯名字一样,算手法也相同。 故事讲完,老板说你们今天的相遇,说不定具有某种意义。 说完小美似乎想到什么,问起今天是几号? 得知是8月7号,小美和小白开始害怕起来。 原来12年前,两人和李奈是同学,而李奈经常被学姐欺负,两人选择袖手旁观。 学姐却要求两人也想办法整一下李奈,两人不想和李奈一样被整,于是两人便开始挖陷阱。 一切准备好后,两人来到休息室,假装约李奈出去散步,可喊了几声却无人回答。 两人推开门,发现李奈割腕自杀了。 小美对小白说,这该不会是李奈的诅咒吧? 说完灯突然灭了,紧接着突然响起钢琴声,两人吓坏了,又砰砰起一声,灯亮了。 原来是隔壁桌在庆祝生日。 虚经过后,小白说,世上哪有什么诅咒,人一生肯定会遇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。 喝完酒后,两人只被叫车,却被人抢走。 对方认出两人,原来是两人十二年前的老师,正好几人顺路就一起上了车。 上车后,小美想起当初老师问他俩李奈自杀的原因,两人选择隐瞒。 接着小白和老师开始聊天,说今天和老师的相遇是共识性现象。 老师便说,我一直在寻找你们,十二年前的今天,李奈在休息室里自杀。 这些年,我一直在寻找真相,直到一个毕业生说出了一切。 当年你们和学姐一起欺负李奈对吗? 李奈自杀那天,你们还挖了陷阱准备陷害她。 两人辩解到他们也是被迫的,可老师却说你们确实参与了欺凌。 两人默不作声,老师接着说道,我和李奈是恋人,并且得到李奈父母同意。 李奈毕业两人就结婚,可李奈却自杀了。 我恨你们,你们背叛了李奈,我一直在寻找你们。 说完便拿出了当年李奈自杀用的刀。 小白健壮急忙让司机停车并逃了出去,小美却被老师抓住。 拉扯中,小美倒在地上,接着老师说,你们误会了,我没想杀你。 原来李奈的父母告诉老师,李奈自杀不是因为欺凌,而是李奈怀孕了,但害怕老师讨厌她,感到十分痛苦就自杀了。 说完,老师便独自离开了,两人很快便对李奈的死誓言了。 再次上车,司机说出共识性有时也会带来好运,接着说起自己的故事。 十二年前,我还住在乡下,五岁的女儿独自出去玩,没多久就下起和今天一样的暴雨。 我们便四处寻找,过了好久才找到已经摔断腿的女儿,后来女儿由于严重肺炎去世。 六年前,妻子也去世了,竟和女儿的忌日是同一天,又是同一天,我感觉是命运的安排。 今天,我终于知道女儿去世的真相,哪天女儿掉进的陷阱正是你们挖的。 两人听后表达了建议,大叔没有理会,继续说道,我本想在女儿和妻子的忌日也就是今天急述生命。 没想到,你们作为我最后的乘客上了车,这下我终于可以不留遗憾地和家人团聚了。 不等二人反应,司机加大油门突然变道,迎面撞向卡车。 故事在小美的尖叫声中结束。 看完电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,不要随便给别人挖坑。 对了,喜欢的话点一下赞和关注呗,下期再见。